至于前总统马英九的访中行 期间多次谈到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也被解读 有意为国民党2024年总统大选下指导旗 党主席朱立伦和可能人选侯友宜 在提不出更好的新两岸论述之下 未来不得不采取尊马路线 而多天没有公开行程的侯友宜 在今天晚间也突然在脸书po文 强调让台湾共好就是我所肩负的责任 为台湾打拼毫无悬念 格外的耐人寻味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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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前向民众挥手问好 马英九访中行四号晚间来到重庆 南岸区担子石老街 两江四岸核心区业游 所到之处挤满人潮 还有人当场要签名 人气很旺 公安紧急拉起人潮 随段成员直呼好像发生暴动 关台办副主任潘衔长 重庆市委常委 也尽地主之仪 陪同马英九上夜景 把布帅洛委会批评 落入中共统战陷阱 此行马英九大谈两岸论述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被外界认为 他有意提前为国民党 2024总统大选下指导期 坚持中华民国与务实处理两岸关系 当然是马朱以及侯市长之间的共识 不必漂泊 而连续三天没有公开行程的侯友宜 三号晚间都是罕见在脸书发文大谈国阵 走访市场后很有感触 长文点出台湾面临外部局势动荡 内政百废待举 针对民生问题还提出三点呼吁 被解读展现总统格局 而四号晚间视察公园 跟系数四年多来的政绩 一句让台湾共好就是我所肩负的责任 为台湾打拼毫无悬念 难道就是宣布参审的讯号吗 以一个政治人物来谈是非常廉价的 他并没有具体的提出解决的方案 侯友宜五号终于排定公开行程露面 恰巧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房美行也提早两天结束 在五号返台要公布未来工作计划 年底总统大选人选 有志者动作频频已经呼之欲出 接下来综合报道